欢迎来到雷图世界 上一期教程中我们用AI做出了主画面 这一期我们用AE让主画面的元素动起来 首先我们在AI中把我们需要做成动画的各个元素独立出来 把它们分配到不同的图层上命名好 这样我们在AE中导入素材的时候 图层也是和AI中的一样 是独立的图层 方便我们做动画 来到AE中我们导入AI文件 种类选合成 尺寸选图层大小 进入到合成中后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命名好的图层 我们把小太阳全部开启 让图层转换成矢量 这样不会失真 按快捷键 Cmd K 打开合成设置 改下尺寸 我们把需要做动画的元素标记一下 这样不会太凌乱 这样不会太凌乱 我们开始做风车扇叶的动画 给它一个旋转一周的动向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做图层机的两个轮子旋转的动画 两个轮子分别是先往前转 再往后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们把两个轮子指向车身 让轮子跟着车身移动 再来做树随风摇曳的动画 这里我们会用到效果里的CC Bandit 我们把开始和结束点设置好 然后调整Band的参数 就可以让树动起来了 为了让树左右摇摆它 我们还要给Band一个表达式 Loop Out 拼包 Loop Out 拼包 锅里可以把其他随风摇曳的树都做出来 Loop Out 拼包 Loop Out 拼包 最后云的动向我们把位置左右移动的参数 说是好就OK了 Loop Out 拼包 Loop Out 拼包 好 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